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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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知道很多人想要窺探一下 帥哥美女他們的私密生活 如果拍不到臥房的話 就拍他們的車子好了 歡迎五位 哈囉 你們好 歡迎 歡迎 這五位當中 如果是臥房 你要看誰的臥房 我 當然是高一向的啊 空他不在的臥房你也看嗎 不看吧 不看 如果妳在幫他清理臥室的話 妳會打開抽屜看嗎 現在床上滾個兩圈吧 找什麼 味道 就是感覺一下 把臉埋在枕頭裡面 那類的 OK 然後抽屜也會看 那抽屜主要是翻什麼呢 看可以看到什麼秘密 那妳晚上醒過來的時候 妳的嘴巴味道不好 妳要怎麼處理這件事 就... 就不要講話就好了 我們沒有在問你 我們會整個人什麼答案 你都沒有說真的 你在搶著回答什麼 他 高一翔沒有口香的 應該會去廁所漱口吧 不會放在旁邊 可是萬一只是半夜起來 上個小廁所耶 就是半夜醒來要接一個吻 對不對 那應該會有一些口香糖在旁邊 在抽屜裡面 可是口香糖是要搶一陣子 對啊 清淡一下再買口香糖 他剛剛看醉症確鑿了 就是忽然... 然後他轉過來一看 你在攪滾 應該有弄小罐的口噴氣吧 就是噴一下 噴香的 我沒有 而且口香糖萬一是弄很涼的 明明是很常睡到 對啊 炫意全消 對啊 怎麼過來 田柏妤呢 沒有嗎 沒有放口香嗎 沒有耶 我就放什麼衛生紙 或是護手霜 或是一些什麼 護手霜對 就睡覺前擦一下起來的皮膚會很好 小鏡子應該會放吧 會像是大 放大鏡子 小鏡子 對 鏡子一定會放 女生 妳沒有看過鬼片嗎 可是睡前 妳一定要把燈調下來 然後把它可以看很多鬼片 那妳拿到小鏡起來 萬一繳繳就出現一個別人的 因為我照的時候都很害怕 對 他先跳膽啊 有時候睡前自拍也很害怕 就拍完想說 到底要不要看這個照片 因為萬一妳之後 後面有別人 我上次放到微博的照片 後面就有別人啊 那是我公公 好 所以床頭 不用放要喝的東西吧 我會一杯熱水 水啊 會放水 水啊 那妳抽屜有一個空間 是放女友的內衣褲嗎 沒有耶 為什麼沒有 沒有 她都一直裸著嗎 沒有 因為我一個人住啊 沒有女生 可是萬一她來過夜呢 穿男生的T恤跟內褲 應該是穿我的吧 那還蠻酷的 所以如果要給女友 還無電影的景象 那要給女友穿的內褲 是要緊身的那種 還是四腳鬆鬆的 之前交往的是四腳的 就是BOX 他們比較喜歡那種 然後早上起來 還會穿妳寬大的襯衫嗎 不是襯衫 就是T恤 應該只有圍裙在煎蛋吧 她會做早餐嗎 不會 是我做早餐 你做早餐給她吃的 有 有著衣服嗎 著衣服 你有穿嗎 我當然有穿衣服啊 怎麼可能 只有一個圍裙 對 只有一個圍裙 沒有 所以她聽起來是一個 很好的過夜的對象 是啊 你說早上做早餐 她是不是有旅館嗎 像做Bandum Bandum breakfast 就是全包早餐的 包一個SET 對... 我們不是要講車子嗎 怎麼講 可是做完早餐 你需要送她回家嗎 要讓她自己坐計程車回家 講到車囉 講到車囉 當然是送她回家 那如果你要去工作了 然後她卻躺在床上 沒有意思要離開 你可以說我要出門囉 暗示她也應該要離開你的房子 結果她就說 我在家裡等你回來 那你要怎麼辦 女朋友的話OK啊 不是 一夜情 因為她眼下自己 就是還有一夜情的對象 你怎麼挖自己 這麼大一個洞給自己 真的嗎 我現在怎麼了 你前面都回答 好小心喔 對啊 我不會就是... 你知道嗎 她不會... 你現在整人看起來好假 對啊 好假 所以她媽媽都會去她家 幫她整理一下東西 所以應該不會有人 都要蓋在她家 藍軍店比較可以一夜情嗎 我 我不行啊 為什麼 因為我媽媽會有幫我整理 整理房子啊 所以你們都沒有在家裡面 被媽媽撞見過 你們就衣衫不整的時候 我們家是... 我媽媽是不准 我跟女朋友單獨在房間的 所以媽媽要跟你... 就是除非... 媽媽也要在房間 就是以前就會 比如說帶女朋友回家 然後吃完飯到房間去 到房間去我媽媽就會說 去叫她出來 去叫她跟她女朋友出來 到客廳給我坐著 就不准單獨在房間 為什麼 你說就我們媽媽... 媽媽比較傳統一點 你說現在也是嗎 之前住在一起的時候也都是 那你就跟女朋友兩根 就裸體出來坐在她面前 就不可能啊 就不可能 我媽媽之前就是... 我媽就是會來敲房門 然後就說你們出來 高以翔的 不是... 之前女朋友不是我媽媽撞見過 是我女朋友的媽媽 長輩 就是爸爸... 所以你到女朋友家中 對 然後撞見的畫面是什麼 沒有 我們就... 就在看電視 看電影啊 然後就是...很近啊 抱在一起 抱在一起 然後親這樣子 那她不打...她不敲門嗎 有敲門啊 敲門一敲然後就進來了 所以很快 非常同時 對啊 然後可以假裝沒事 就繼續抱著 然後就看她 就那時候只在看電影 然後就是... Making out這樣子 Making... 親熱... 親熱... 所以那種態度就是比如說你... Making out就是還滿... Making out就是親熱嘛 可能就是有小產品 對 還沒有到本領的 正要開始 因為這種情緒 就像譬如說你進家門 然後你很高興的正在唱歌 結果電梯門一開 竟然是有鄰居的 對 那你說當時你如果譬如說 然後突然收就會很丟臉 所以你就是要肉無其處 繼續唱的表情 什麼意思 那你要不在乎她 你講的是你脆弄之痛嗎 常常 因為我說你立刻說 就會被你去看到 你脆弱的那一面 所以被爸爸看到就是... 所以等他走出電梯 你才開始哭嗎 就崩潰了 我剛剛做什麼事 你實際上都看到我這樣 電梯運就看到你啊 所以當時你說爸爸進來 你就... 再繼續... 沒有啊 就很尷尬 然後就...就他... 我女朋友就回他的爸爸 就是他們在聊天 然後我在那邊看電影 OK 虧探不到高以翔的臥室的話 就會虧探他的車嗎 車上有放清熱... 車上有放那個 需要緊急使用的東西嗎 你是說備胎嗎 當然會有 對人類的備胎吧 張兆志 車上會放嗎 沒有耶 我車上連面紙都沒有耶 為什麼 那萬一別人打噴機 因為面紙盒都很醜啊 我怎麼可能忍受一個紙盒 放在我的車上 所以是小面紙 放在前面的手上 沒有 我本人身上 一定會帶一包面紙 任何時候 我沒有帶面紙 我沒辦法出門 所以永遠都是女生 在跟我借面紙 化妝 卸妝 上廁所大便什麼之類的 所以你就是一個偏執的老人嗎 有一點 對 所以我車上 都是非常乾淨 完全不准放 女生們 錢柏妤 你第一次跟人家約會的時候 會很好奇她開什麼樣的車來嗎 會好奇 所以你在乎的是車子的高級度 還是說是時尚度 也不是耶 我會覺得每個人適合開某一種車子 但是不一定說要很好 但是是適合她的 所以你們跟女生聊車 然後她完全不懂 你們會覺得很厭煩嗎 不會 我覺得現在很多女生都很懂車耶 甚至重機還是也是有女生騎啊 我們之前車隊裡面就有女生 懂車有加分嗎 願意 我覺得不是要很懂 就是她如果很懂的話 我也不好意思 可是她就是願意配合的話 我就加分 願意配合 願意配合聊這個車子的狀況 最後要聊什麼啊 就是車子的管事啊 性能啊 或者說舒不舒服啊 你可不可以給我一點意見 性能跟舒服要怎麼聊啊 就你覺得車坐起來舒不舒服啊 是說瞬間加速是不是 也沒有耶 我覺得最重要還是開起來舒服 你這麼生硬 我覺得你無法完全 你硬逼他們教你一些術語 然後你跟你先生聊的時候 也不會很投入啊 不是 因為性能要聊什麼 不就是... 是說瑪莉跟渦輪嗎 就沒有 人家聊渦輪的嗎 因為我不是性能要聊什麼 因為現在有車子是TAPTRONIC TAPTRONIC 就是你知道它可以自排 可是把它調整手排 上次跟人家說 瞬間加速 抓力 渦輪 可是開車技術好不好啊 如果覺得女生覺得 我開車坐在我身上就會覺得 我車上舒服也是不錯 不過應該沒有人 小禎應該沒有交往過的人 是車開不好 結果妳不想跟她交往的吧 會喔 有一些男生他就是會故意 載妳的時候會緊張 然後就是故意耍帥 對 沒有錯 我不要那種表情 也有人會想要在我面前耍帥 不是 不是 我真的認真聽妳的耶 我看妳的嘴型 妳一定會讓她交出 然後她就會緊急 就會一直狂殺車 可是她是很不舒服 她是有時候可以 會飛出去 所以我跟妳講 還曾經有一個男生這樣 就因為在我 然後狂殺車還撞死一隻貓 然後你知道開車 撞死一隻貓大忌 真的大忌 你說撞死別的比較好嗎 沒有 貓因為牠有九條命啊 就貓靈 會報仇是不是 不是 重點是說很可憐啊 跟大忌有關嗎 沒有 我們不是講車吧 不吉利啊 對 車子不吉利啊 而且她的狀況是黑貓 所以你說撞到黑貓之後 你們有招來什麼厄運嗎 我不知道她 後來我就沒跟她聯絡 為了躲避另外拔咬病 就不跟她招 可是你們男生真的有體貼到 煞車會這樣護女生嗎 會啊 會有一個反射動作 她以前會嗎 之前我小時候的時候 我記得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我媽每次開車的時候 緊急煞車她就會護我 對 對 結果那感覺我就... 我就習慣了 所以... 你也會互別 對... 會趁機那個嗎 因為你開車你知道... 因為你開車你知道 你什麼時候要踩煞車嘛 就是那一段就是... 而且那種通常都是 比較突發的狀況 一個緊急煞車 一定要扶一下 很危險 在開車期間罵過髒話舉手 所以沒有啊 聽都有嗎 沒有 怎麼可能 你也有在問我嗎 我一定會罵的啊 你是罵哪一類的 英文還是台語 國罵 可能就... 因為有分兩種 就有的人是罵說 應該有的人是罵髒話 有的人是罵說你是想死 還是說你是豬頭啊 這一類的 對...莫名其妙之類的 緊急煞車然後差點撞 應該就是... 什麼 不是... 等一下 這少人 可以講喔 沒有會幫你們消音的 因為有一些司機就會講比較長串的 比方說你今天不想回家啦 什麼這個 這個... 因為這個很難 有時候自己會辭窮 然後會打車 真的不憲恨對不對 可是我要罵人之前 我會先把窗戶關起來 哪有共 什麼... 就是碰撞的時候 我就趕快搖起來 然後我就會開始連續罵三字經 英文 中文 台語就一起來 塞車的時候也要罵嗎 也會啊 是哪一種情緒 就比如說那... 下地獄啊 你媽想死啊 你說罵紅綠燈嗎 也有可能 有時候會在怒火 開車就會罵路況 會啊 都會啊 可是後來想想其實滿蠢的 因為罵這些根本... 對方也聽不到啊 車上有放... 防衛性的東西的舉手 是球棒嗎 球棒 就是小學的棒球棒 不能放大隻 大隻的會被檢舉 就是靈檢的他會... 他會問你這隻 那你要放那種小隻的 所以是少棒隊的球棒嗎 對... 是紅葉的嗎 對... 那是代表的 那高一翔放什麼 之前我有一個... 就是手電筒 就是很長的 警察用的 警察用的 對... 所以你們的心情是說 怕萬一遇到流氓嗎 不是 因為有時候 真的路上碰到一些狀況 不是每個人都這麼講理 他會跟你無理取鬧的時候 那萬一他要傷害 有時候我們自己一個人 開車就算了 那萬一旁邊今天有家人 或是有女朋友 那萬一有些人就是 一時之間就失心瘋了 然後對你或你家人女朋友 有耶 上次瓜哥 是前面的計程車 他只是不小心 就緊急煞車碰了他一下 那個計程車司機下來 就拿球棒下來要K了耶 那看到是瓜哥啊 後來瓜哥下來說不好意思... 然後他還會這樣 有嗎 有...差不多 有啊 他還幫他演 他一定演員 阿密瓜哥而已 演一下 太久了 你會把你整理我心情 對 JOSH愛車神癡 行為局勢很不慌